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志愿 作为一个Mac mini用户 我一直都非常羡慕说 Macbook用户可以用指纹去接触他们的Mac电脑 并且今年的Mac也是配备了搭载Touch ID触控的键盘 作为Mac家族的一份子 我瞬间又觉得心里不平和了 凭什么作为M1芯片最强劲排名第一名的Mac mini 不能拥有Touch ID呢 带这个疑问我也是做了一些调查 终于是在官网的平台安全手册中 我发现了一次端倪 这个手册就说 配备了Touch ID的这个妙控键盘 是可以与任何搭载Apple芯片的Mac配合使用的 所以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觉得十拿九稳了 然后我就打开Apple官网 想着能购买一款带有Touch ID的键盘 我找了半天才突然意识到 这个新款的带有Touch ID的键盘 是跟新的iMac捆绑销售的 也就是说你是无法办法购买的 我顺便也给执行舰打电话 他们表示说不能单独销售 所以无奈之下 我就转战到了无所不能的某鱼 挂了一个收购帖 看看有没有iMac的用户 把他们的键盘处理我 终于老天爷不费有心人 终于被我蹲到了 最后我以900元的价格 收购了一个白色的 带有Touch ID的新款妙控键盘 因为发售没有多久 那个橙色还是非常可以接受的 新款键盘的设计 其实跟老款的Magic Keyboard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 边缘是采用这种更加圆滑的过度处理 长光高的几乎没有变 厚度也没有太多的变化 末日在F5 F6的位置 新增加了语音识别和误饶模式的功能 手感上可能是因为我的老键盘用的比较久了 会有种非常涣散的感觉 新键盘敲起来就比较紧实了 反馈也更好 但是Magic Keyboard有个我很不喜欢的地方 很不喜欢的地方 很不喜欢的地方 就是晃动起来 会有这种键帽摇晃的声音 会非常的明显 虽然新款有所改进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不舒服 然后就是今天的重点 Touch ID的按钮 跟旁边的按键比起来 这个键位还是非常的稳定的 我猜应该是为了指纹识别的稳定性而考虑 按键的反馈其实一般会有种很塑料的感觉 大家可以听一下 但是影响不大 毕竟指纹解锁才是更重要的功能 我们这里将右上角的开关拨置绿色的部分 你就可以在你的Mac mini上重启蓝牙 识别掉这款新的键盘 然后点击配对就可以了 这时候会弹出一个录入指纹的对话框 看到这儿了我已经非常的惊喜了 因为我觉得已经成功一半了 你会发现这里是灰色的 因为还需要重新刷新一下设置才能激活 然后我们重新打开设置 你就会发现设置里面多出来一个指纹的选项 nice 那么点进去之后录入指纹 这个时候会要求你按两下Mac的开机键 然后我们就可以录入指纹了 录完之后我也测试了解锁屏幕的速度 还是很快的 然后就是在网页上键入密码的效果 这里已经可以看出来 已经弹出了可以使用指纹键入密码图标 我们选择账号 然后指纹识别 我们一看到所有的操作都是非常的流畅 完美 nice 然后我们就来讲一下键盘的兼容性 根据我了解到资料 目前只要是搭载M1芯片的Mac 都可以使用这款键盘 并且不会与已经内建过的Touch ID发生冲突 那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同时在两个Touch ID上去解锁你的Mac 没有任何的问题 搭载Intel的Mac系列我还没有测试过 但是我感觉我感觉应该是用不了 毕竟T2 chip永远的选 但是我也没有测试过 我后续可能会用我的朋友的MacBook Pro去测试一下 并且发到我的动态里 所以有需要关注小伙伴 请关注下我账号 面错过这个信息 另外我也测试了键盘 跟搭载M1芯片的iPad Pro的兼容性 键盘都可以用 但指纹No 另外还有几点安全信息需要大家了解 就是说键盘是不会储存你的生物信息的 官网的手册也说了 配备了触控ID的妙控键盘 担当的是生物识别传感器的角色 你的生物信息是会被Apple加密 并且储存到M1芯片里 并且这里Apple引入了安全意图和安全格区的两个概念 我没有看懂 如果有关心安全问题的小伙伴 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在评论区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总结一话就是你根本不用担心你的生物信息 会因为你卖掉键盘 或者你键盘丢了而得到损失 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视频内容 那我感觉这个视频呢 应该是B站场的手法 因为我好像没有找到就是关于说 新的妙控键盘跟Mac mini M1的Mac mini搭配的视频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给我一键三连 这会对我非常非常有帮助 求求大家了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废话不多说 我是小远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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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